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我要連接到EDATM 特別注意,如果說你的ID沒出來 一定是沒有存檔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看太多同學都是這樣 OK 分號 再來的話 底下是什麼? Button 所以這邊請你把這個Button 一樣的方法 拖拉過來 然後把Button移到 這個時候不用按Ctrl 再等於什麼呢 等於在一個刮弧 前刮弧 後刮弧 然後List 所以 偷懶一下 把上面的Copy下來 貼過來 然後FindView 把ID的地方 刪掉 然後點之後的話 找到B01 那底下的話 就怎麼樣呢 Copy 貼 2 3 4 5 6 7 這樣就好了 然後 改改改 不要貼完就算了 很多人貼完之後 就不管了 一放出來給我看 他說老師有問題 我說你都沒改 當然會有問題 對 太多沒 因為基本上每次 這個已經N次了 所以每次我都跟他講說 請你看一下 你ID沒出來 你這個星星沒有存檔 一定會出不來 對不對 然後這邊貼 貼完之後 錯也都錯一樣 而且很多禮譜的是 甚至有同學 是直接把AD test貼過來 他把 什麼呢 人家是button 他串到哪裡去 AD test 當然錯了 錯得非常離譜 所以 一定會bug的 這個 所以 特別注意你 就是一定要 慢慢來 寧可慢 也不要急 然後寧可正確 看清楚 之後再往下做 因為寫程式 跟那個 你用那個 Office那一套 完全是不一樣的 Office的東西啊 你亂點的話案都可以出來 反正你四個多四幾次都會有答案 可是這個不行 這個是叫設計 那未來社會 未來職場需求 對設計人才需求非常的大 你會發現最近好像有一篇文章是講到那個 來叫第三次革命 這個革命其實還蠻大 智慧化革命 你會發現對那種 低階的人才需求已經慢慢比較少了 現在需要是高階的設計人才 OK 那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 宣告物件 連結原件這部分先做出來 然後呢 等下我們再來看 建立實踐 北京 北京 生哥 北京 商 vol uyor